效力哪些元素的核心电子数相同 要找出元素的核心电子数 必须要先找出 电子在各层排列的数目 我们可以根据这张图表的内容 来观察到各层电子数可以排多少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这边 以钠而言第一层两颗第二层八颗 以钾而言第一层可填两颗第二层八颗 第三层依然还是八颗 因此 我们可以规纳出一些规则 也就是 原子序在二十盖元素之前 第一层最多填入两个电子 第二层最多填入八个电子 第二层最多填入八个电子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各选项 亥两个电子 因此对亥而言只有一层 也就是两个电子 皮二是第一层可填两颗第二层剩下两颗 绿的话第一层两颗第二层八颗第三层可填七颗 亚的话第一层两颗第二层八颗第三层八颗 盖的话则是第一层两颗第二层八颗第三层八颗 总有二十个电子因此要填到第四层两颗 然而提姆社问核心电子数对亥而言只有一层 因此没有内层内层也就是核心电数 对皮而言核心为第一层两颗 对绿而言最外层为第三层七颗 因此核心有两层二跟八 总共十个 亚的话也是一样 盖的话因为最外层为第四层 所以核心总共有三层 加起来有十八颗 所以答案为C D 核心电子数皆为十颗